他们既是执法的利器 又是沟通的桥梁 时而春风化雨 时而坚持罪恶 只为守护这座幸福之城的安宁与繁荣 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系列节目之 南岳警示幸福之城派出所故事即将播出 珠海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 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舒适的居住环境 是全国唯一与香港澳门陆陆相连的城市 在1736平方千米的土地和6103平方千米的海域上 五千多名民警从陆路到海岛 从机场到车站 从社区到学校组成了一张全方位的防护网络 全市的50个派出所则是这个网络的基石 而珠海市公安局拱北派出所就是这众多防护网中的一个缩影 在那里每天会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拱北 提邻澳门是珠海最繁华的城区 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 拱北口岸就坐落在这里 辖区内高楼林立商业发达 每天来自八方的人们在这里汇聚 也上演着大大小小不同的故事 一大早 派出所来了一位特殊的报警人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 他声称自己的钱被人骗了 当天值班的是拱北派出所副所长郭锦光 他和他的男朋友 就和我来 就骗了我的钱 你又要多少钱 两万是什么钱 然后这两万是那个 就是说那个压车的钱 对对 通过初步了解案情 推测这可能是一起诈骗案件 诈骗案件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发的案件 特别是老良人群体 他们存了一些积蓄 想要理财 而防备心理又普遍不高 老人曾经和他描述的一男一女 居住过一段时间 后来因为搬家而分开 现在他并不知道他们的住处 根据提供的信息 警方找到了他们现在的住所 民警找到了老人口中所说的那两个人 并且将他们带回派出所了解相关案情 和我呢做一个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澳门以前也做过 就是所谓的抵押生意 他压车 但是我没看到车啊 我没看到这些手术啊 既然压了车 你要给我看手术 他不给我看 我说那你这个东西不是真的 那你把钱推给我 我不参加了 后来生意情影响做不了了 在这段时间 我们也是积极的配合他把钱还 最尽管我们把利息都给你了 明明咱们都合作 结果到派出所你告诉我 说我们诈骗 签这个东西是什么情况下签的 这个东西 因为我签就问他要钱了 嗯 他就在 你自己也有说 借条是吧 这个借条写的不好规格 什么这个号码没有 那你在这个借的上方方面你成不成认呢 我承认 承认是吧 那么你就写个合法的借条 对不对 你把你的身份通通的码码联系方式写上 然后还需要按个指印 对不对 可以吧 可以 这位男子对从老人那里收到三万块钱是承认的 也对集中两万块钱本来打算做抵押车争议 这件事没有否认 事后双方也曾定立过借据 所以这位男子并未构成诈骗行为 在民警的现场调节之下 双方都冷静了下来 同一把借条重新完善 在办民警的协调下 双方重新签出了借条 顺利签字并按了手印 虽然看起来这只是一起很小的纠纷 但是最初的矛盾如果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极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案件 甚至演变成恶性案件 遍布在全城的派出所 不仅要像城市的一双双眼睛去发现这些问题 还要像城市的双手那样 具备妥善处理好这些小事的能力 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些小事 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这不仅需要民警们秉公执法 更考验民警们的细心耐心和爱心 男孩表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他一直跟着父亲生活 男孩决定瞒着父亲来到派出所求助 希望警方能帮他找到自己的母亲 今天值班的拱北派出所副所长黄光行 一面安排同事安抚男孩 一面拿着男孩的出生证明去寻找其母亲的信息 考虑到男孩的特殊性又是未曾经人 虽然他的法定接触人没有在场 我们还是打算先找到他的母亲 先看一下他母亲是什么想法 应该是这个电话 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你大概几岁左右 那这回是这一两千元了吧 一直到现在就没经过了 对 经过多次尝试 皆无法找到疑似男孩母亲的联系方式 男孩的母亲很可能已经离开了珠海 今天几岁 我现在是初二 班人认识谁 唐老师 这样我们现在还正在集结联系 暂时还没联系下 如果有什么信息的话 我可以继续做什么 可以 好 三天后 派出所联系了街道关公委 学校老师 对男孩和他父亲的家庭问题 进行了一次调解 我发现小孩有一个特点 就是哪怕我今天给他一百 他到了明天就没有了 什么时候我都是这样说 我自己有口饭吃 我绝对不会说让小孩去喝水 他基本上天天在家里面 关着门在打游戏 我也跟他讲过 我说你不要去打游戏 我说你不要去打游戏 我说你不会去点phet 就这样子 gros Państidores 对 还有一点 挺你的 我反正 大概 还有一点 你们 不 好 проблем Norther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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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查看多家商铺的监控 均没有找到嫌疑人 正当大家觉得一无所获的时候 另一组民警通过警务系统 找到了嫌疑人 抓捕行动立即展开 把嫌疑人抓捕归案时 已经是晚上11点钟 但民警们的工作还未结束 这些人使用的是虚假身份 而且拒不配合我们进行身份核实 经过警务系统核查他的真实身份后 发现他是一个多次作案的惯犯 经过一晚的审讯 嫌疑人终于对自己的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也许还有来自内心的悔悟与自责 在灯红酒绿的夜晚 人们酣畅快意过后 随着酒精浓度的升高 潜藏的隐患和危险也开始陷入 关于酒后引发的各类案件 民警陈文宏和他的搭档舞羊 每天都要处理好几起 怎么回事 我打了这个蛋糕 你不喝醉酒 喝了酒 你先不能乱动 听我们的 民警向受害者了解到 醉酒男子曾将其推倒 导致腿部轻微擦伤 伤势并不算严重 突然醉酒男子又开始胡言乱语 行为举止愈发反常 打我最多就都行 此时来了一名女子 拿了件衣服要给醉酒男子盖上 原来该女子是醉酒男子的姐姐 对不起啊 你加上微信 干什么陪 明天去一件事 走开 跟所有人说对不起啊 走开 什么你们啊 你要陪进来 你要不要这样 观众 过去 所有观众 我打过谁 还凑到一半 你走开 这个醉酒男子 他姐姐出现后 男子的情绪也更加的激动 等一下 等一下 挺好 挺好 对对 好 你先从路上 在民警和醉酒男子姐姐询问 并登记信息时 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男子将一直照顾自己的姐姐推开 民警立即上前将其制服 整个夜市的气氛 也因为这一幕变得紧张了起来 有了攻击行为 我们就竟然采取强击措施 把它控制制 意识不清的醉酒男子 体重也着实不轻 在围观群众的帮助下 陈文宏才把他排上警车 带回派出所行酒后依法处理 我们的情报研判与分析 初步判断 这些毒品应该是来源于同一个商家 红北派出所禁毒打击组 经过系列侦查 该批毒品的货源 锁定为广州的一名嫌疑人李某 嫌疑人李某 可能会再次来珠海作案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民警们在等待着行动的指示 但嫌疑人却迟迟没有动静 涉毒案件 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 变化交易地点或者取消交易 都很常见 禁毒打击组的民警们掌握到 嫌疑人李某今晚会再次作案 根据交易地点的实际情况 民警们对抓捕方案进行了最后一次调整 民警们分为一二三号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 此时嫌疑人车辆已经进入了民警们的视线 但却在中途停了下来 稍作停留后 嫌疑人的车辆再次启动 朝民警们预先设定的埋伏点驶去 嫌疑人进行毒品交易后 禁毒打击组的民警们迅速出击 经过对两名嫌疑人的现场盘问 了解到嫌疑人李某为本次毒品交易的组织人 另一名嫌疑人负责开车接送 此次警方现场查获冰毒42.36克 摇头丸0.23克 随后将两名嫌疑人带回派出所进行进一步审讯 你除了刚才说的介绍过一个红区他那里拿过之外 还有没有介绍过其他人去拿过 去过几次 经过审讯 嫌疑人李某终于供出了上家麻子的信息 警毒打击组的民警们立刻马不停蹄地奔赴广州 在其租住的出租屋内 民警们又搜查出一批毒品 历经八个小时的异地抓捕 嫌疑人马子也终于落网 在我们生活中总有那么一群人为我们日夜坚守 他们白天是生活的护行者 夜里是都市的守夜人 当人民群众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 孤立无援的时候 危险发生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到的总是人民警察 守一方平安不仅仅是我们的工作 更是根植于心中的信念 好的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